11月4日选 最近 花哨节目中的心直磊成为了广大观众热议的焦点 她以往被公众视为冷漠 高冷的女明星 在节目中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 观众们发现 原来她并不是外表看上去那样冷静和疏离 相反 她是一个真正快乐幽默的人 节目中 她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幽默感和机制 让人不禁为之惊艳 在过去 心直磊的形象被认为是保护色 她似乎一直在为自己建立起坚实的外壳 延年 在花哨的舞台上 她摆脱了这层保护罩 展现了真实的一面 这种真实和坦诚打动了观众 让人们更加喜欢她 也让她的形象在观众心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心直磊的出现不仅让观众重新认识了她 也为节目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她的幽默和真诚为观众带来了愉快的观赏体验 也使得整个节目更加引人入胜 传统的娱乐圈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竞争的地方 充斥着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 明明星们往往被批评为架子大 拉帮结派 娱乐圈就像一个面面俱到的社交修罗场 让大家觉得十分疲惫 观众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类 因为生活本已足够辛苦 因此大家期望娱乐圈能够回归真正的娱乐精神 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 纯粹 不费力的快乐 而在最近的花哨节目中 观众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画面 几位嘉宾之间展现出的默契和直率 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省心的轻松氛围 他们之间的默契不言而喻 相互间的理解成为了节目中的一大亮点 正如辛直磊所说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燕林 尽管辛直磊在节目中常常展现出她的开心和直率 却因为一些行为被观众吐槽为低情商 在节目中 她多次主动提到秦岚的年龄 暗指她已经年纪较大 这让秦岚不禁脸色一沉 但辛直磊似乎并不在意 依然坚持不懈 网友们对此直接表示 当有人的所谓朋友总是拿你的敏感点开玩笑 你觉得不舒服却又不好发作时 就能明白你对这样更值得朋友是否满意了 和对年龄比较敏感的中年女明星开这种玩笑 无论是恶意还是无心 都显示了她的情商相当低 这种行为不仅令人不悦 也引发了观众对辛直磊的质疑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 人际关系本就复杂微妙 能够理智地处理人际关系是一个一人必备的素质 但辛直磊的举止似乎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欠缺 让观众开始质疑她的职业素养和待人接物的能力 希望她能够在日后的表现中更加谨慎 提高自己的情商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负面评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